各位网友,你们好 今天是2019年9月13日 今天来谈谈李嘉诚啊 听说2019年社会上最流行的歌曲啊 年轻人非常喜欢听的歌 这个就是没钱的男人没来 不知道这个评价到底准确不准确啊 我不是歌迷啊 对音乐啊,也没有研究 但是呢,曾经收听过啊 就类似像狗眼看人低 没钱的男人没人爱啊 拥抱着你离去等等的这些歌曲 的确是比较好听啊 内容也很生动活活 至少它反映了现代时候啊 人们普遍了一种 这个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准啊 价值标准啊 那么我们知道现在海内外的人对李嘉诚呢 是高度评价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什么 因为他通过这个勤劳致富啊 那么也不能说完全是勤劳 可能这中间也包括和中共这些高官啊 这个互相之间有些来往啊 当然这些来往都是密而入宣的 据说是和江泽民家族啊 关系非常密切啊 那么不管怎么样 那么李嘉诚现在属于 毛蝶子年啊 到了晚年呢 我想他可能 这个 唯一的啊 担忧的 就是他家留下这么多的财产 要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啊 于是呢 这个李嘉诚啊 凭着自己这个政治修掘 那么精心的运作 这个不落声色的啊 一步一步的财产 大部分都转移到了英国去了 所以说他终于可以放心的 就是说 你不管中国的证据怎么变化 我这些 拿到这些财富 能够世世代代的传给我的下一代啊 那就给李泽凯 等等吧 给自己的儿子 这也符合中国 这个传统的啊 家庭这个 这个作风和希望 中国人都是这样啊 希望 华裔都是这样 希望就是说 孩子能够忘记成龙啊 如果父亲 是一个大富豪的话 就希望孩子们能够 这个永远的啊 过着这个 奢华的生活 这也没什么可责怪的啊 所以正因为这样 人们谈起 这个李嘉诚啊 都是 这个津津乐道啊 不论是穷是富 不论是当官 还是平民啊 就李嘉诚三个字 李首富 那是如雷贯耳啊 正因为这样啊 李嘉诚就有一定影响力 人们对他在 香港这次爆发的 反送中运动当中 他的表现啊 他的一言一行 就分外的看中了 因为他知名度太高了 是个领军人物 在企业界 在香港应该讲是一个 楷模 所以说到底他对这个反送中 是什么观点 人们都好奇 那么我们知道 在这个8月16日啊 就李嘉诚 终于就是发表了一个 自己的一个观点的方式 也就是什么呢 他在这个港媒上面啊 刊登了一些广告 因为他很有钱啊 如果请记者来写的话 他怕记者取解他的这个观点 那么呢 他花钱买几个版面 那就像我们平常 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硬币啊 买一块糖一样 买个巧克力一样啊 所以说他刊登这些广告内容 那么我过去在个视频节目当中 曾经多次讲过啊 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啊 那么呢 概括啊 他讲的内容 其实就是两论啊 一论是什么呢 好因恶果论啊 就是你这个每一件事情啊 在最初做的时候 这个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由于啊 种种原因 最后变成恶果 这是一种啊 叫好因恶果论 另一种就是摘瓜论啊 摘瓜论我们知道 他引用了一句古诗啊 这个当时是 这个流传的就非常非常的广啊 就荒台自卦 何看灾灾啊 结果发布以后 网络上很多高人啊 纷纷的就猜测到底什么意思 由于他这个 这些文字呢 具有一定的想象空间啊 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所以说左右 两派的人呢 围绕这个反送中运动啊 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啊 依据自己的利益 在谈论这个重大事件 那么非常明显呢 也就是说 李嘉诚不敢寂寞啊 这个我认为 李嘉诚很可能 自以为我反正一个是年事已高 毛蝶子年了啊 这个离生命的终点 反正也是几厘米了啊 已经近了 无所谓 讲错也无所谓 另一个就是什么呢 李嘉诚认为自己啊 观点比较中庸啊 就是说既不得罪 就反送中运动 也不得罪啊 这个中共 这个专制政权啊 这个控制下的一些媒体的观点 至少这两种观点 不是很冲突那种啊 模糊地带的这种观点 这也符合这个李首富啊 在江场叱咤风云多年啊 变得比较油滑啊 但是没想到啊 这个观点抛出之后啊 现在看来 引起了渲染大波啊 目前呢 我们看到 李嘉诚又在9月8号啊 就是在刺山寺 这个寺庙当中 就发表 讲话啊 通过这个公司的人啊 发表一个观点 就是要去解释 究竟他是李嘉诚 什么意思啊 那么李嘉诚 当然在这之前 在9月12日啊 李嘉诚 曾经讲到什么呢 就对那些 参加这个抗议的 那些年轻人啊 考虑到他们是 香港的未来啊 就对他们要网开一面 我觉得这个表现的一个长者啊 比较大气 比较宽容啊 因为他这一生 见的这些事情太多了啊 打打杀杀 你真我多的 当时互相让 等到事故境迁呢 可能 这个有些东西就 水落石出了 到那时候 可能左右 双方都觉得 有一种被戏弄的感觉啊 就像我们现在 回想着国共啊 这个一个是毛泽东 一个是蒋介石啊 战斗了一辈子啊 两个专制极权统治者 当时都是 他认为自己手里 掌握着真理啊 等到时候 现在回头看 最不值得是 那些分别跟随他们啊 这些当了炮鬼的士兵啊 所以说 在商场上 也一样啊 商场入战场啊 那么李嘉诚 因为经的事情比较多 对香港看得透啊 所以说 又期待 这个香港的未来啊 因为他可能是 连老年人都是这样嘛 希望将来香港 能有一个 民主法治的未来 但是又不敢 这样的明讲 讲了之后 中共极权统治者 会是很生气啊 那么所以说 他讲的比较委婉的 即使是这样 冷战死啊 就点到了 中共极权统治者 这个一个敏感的身形 他们认为什么呢 认为 我以前 利用手中这些权力啊 各级官员呢 从中南海的高层 到下边省 是自己的去 既得利益的高官 都帮助过李嘉诚啊 那李嘉诚 我们知道 他搞的房地产 在香港有啊 在大陆更多啊 这方面的案例 都非常多啊 就去不去罗列 读者们可以 从网上去查找 总之 一句话呀 如果没有 中共极权统治者 包括江泽民在内啊 这些大官们 就给李嘉诚啊 这个鼎力支持 他想在国内 风声随起啊 点失成绩 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 9月13号啊 就非常有意思啊 这个 9月12号啊 这个中央正发委 有一个微信工作号 叫长安戒 你听这个名字 就感到恐惧啊 戒是什么意思 就是刀杀人啊 所以亮戒 叫做亮戒 叫杀人 共产党最最大的一个利器啊 一个传家宝 叫什么呀 就是戒 所以说 政发委呢 这个部门可了不得啊 任何国家都没有 只有中国有啊 党管司法 实际上就是 没有法治 只有人治 就人权 这个官员手动的权力啊 大于大于这个司法系统 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啊 各级都有一些 大大小小的政法王啊 只不过去 这个最高的政法王啊 姓周 叫周永康啊 现在被押到大牢里 但是呢 又留下了新的 一大片啊 大大小小的政法王 这政法王 可是折不起啊 因为 他可以 这个循式忘法呀 所以 他们非常脑弄啊 认为一家城 不够忠诚啊 立场观点 不够鲜明啊 预示也开始 向他亮节 只不过这个亮节 是在纸面上 在意识形态里啊 先警告 警告警告的 家城啊 所以说 紧接人民日报 也发表了文章啊 文章大概的内容 就是说 就是说 对这些犯罪分子 暴力犯罪分子啊 也就是反送中 那些 提出民主的 这个抗争的 一些学生们 对他们 有严厉的镇压呀 根本不能网开一面啊 而李嘉诚认为 说双方有矛盾 可以给一个 就是 洽谈合作者 有空间 互相缓和 各退一步啊 找到一个 像平衡点啊 但是啊 看来 中央政法委不同意啊 紧接着 人民日报 发表了文章 还透露一个 非常灵人 战力啊 灵 这个李嘉诚 发抖的这个文字啊 其中讲到什么 就讲到 说是土地啊 有些人 说香港之所以 年轻人们不满啊 是由于没有房子住啊 说没有房子住 是因为什么 有一些人 就囤积聚起啊 把大连的 这个土地 存集起来 呆基 盈利啊 这个谋取暴力啊 那么 这个 稀奇披露 那非常明显 李嘉诚肯定非常敏感 因为 因为我们 我们知道李嘉诚 在香港啊 这个 过去 曾经啊 手里还是有很多地址啊 当然 有一段时间 李嘉诚把这些地址啊 就算卖掉了很多啊 但是啊 你不得不承认啊 只要你做过的事 那在总共那个 档案里面 都留着案底了 那么 至于说在新界 那片大的土地 不开发啊 留着拽手 倒霉这些事情 我相信 李嘉诚心里 可以简单的归队啊 都要想想自己 有没有把柄啊 掐在 共产党的手里 那肯定有啊 江泽民家族和 李嘉诚的合作当中 有没有呢 现在说不清啊 但是肯定是一个疑问啊 你打开媒体 讲到李嘉诚的时候 会传播很多的信息 真正假假啊 鱼龙混杂 很难区别这个 真的假的 但是肯定啊 这个不为人知的啊 这个权钱交易 可能啊 估计还是存在啊 所以说 雷嘉诚非常敏感啊 一点就透啊 就明白了 坏了 这长安界 又向我亮界了 赶快啊 在这个9月13日啊 也就是刚才讲到这个 这个慈善寺啊 拜佛 这个时候啊 赶快发给了一个观点 就说 解释啊 就说我这个 我的观点呢 非常明确 我也是反对暴力的啊 只是被有人取解了 特别他的儿子李泽凯啊 早就 以这个 银车拓展集团的名义 在东方日报啊 就发表文章 当时就讲到什么 就是应不学舍啊 中共 在北京提出 要 这个治乱啊 那他马上也来一个治乱啊 就比这个李嘉诚啊 更鲜明啊 更坚定的啊 站在这个共产党这一边啊 这说明什么呢 这个李泽凯啊 他和大爸爸不一样 李泽凯年轻的 信价以后我的日子 长了 共产党都对不起啊 不像这老头子老家伙啊 反正到了晚年了 这个也无所谓了 就像中共的 就有一些这个高官啊 这个到了 在年轻的时候 思想也很足啊 到了晚年了 忽然间良心发现啊 法国的观点 都比年轻人还要激进的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什么呢 觉得无所谓了 恐惧没有了 因为马上就要死掉了 恐不恐惧有什么意义呢 反正也不能再关到 开守所里监狱的啊 所以说 这次这个李泽凯 看着这个表现 中共挺满意 但是他的爸爸啊 这个李首富 中共是非常恼火 恼火就可能亮剑了 那么在这之前 其他那些生意人啊 这个没有看着这个 李嘉诚的脸色啊 而是什么呢 而是早就啊 这个站在共产党这边了 你看这个新鸿级地产啊 恒赵地产 太古 新世纪等等 都发表了一些观点 这观点就是什么呢 要治乱 维持香港这个稳定啊 不提什么呢 不提 就香港警察的乱劝啊 也不提 林郑月娥 最早啊 造成这个反送中运动 这个根源啊 也不讲 那么五大诉求啊 也是从而不闻啊 好像这个事情发生 完全是什么呢 是埋怨这些学生们啊 我觉得这个确实不公平啊 因为一方面 就是说 应当是顺应老百姓的潮流啊 使香港变得民主法治啊 这些这个地产大佬呢 心里都明明白白的啊 知道什么原因 这是什么呢 既得利益 因为你有了钱 这个特别富有的人呢 就特别怕死啊 为什么你李嘉诚 和张子强两个 还能私下签订一个协议 拿出肃议员 给这个江阳大盗啊 为什么 那就因为说你怕死啊 江阳大盗为什么 赶这样这个单斗直入啊 到你家去 身上还绑着这个炸弹 那就因为什么呢 光脚化穿鞋的 那现在共产党两届 政法委为什么敢 一点就破啊 直奔出题 那是因为什么呢 过去啊 你和中共在一起勾兑的时候啊 已经留下了无数的这些 这个支持茫茫啊 这些证据啊 所以说他们认为啊 这些既得利益者 必须站在我这边 你稍有不忠诚 他们认为是什么呢 你是在我这锅里吃我 现在你要砸锅我 他们肯定不高兴啊 所以呢 李嘉诚啊 非常恐慌 赶快出来解释啊 的确是这样啊 因为你本人来讲 已经成为他们这个 统治集团当中的 一个受益者啊 虽然是你比较聪明 早早的 这个朽到了 这个布箱子之后啊 悄悄的把这个财产都转移了 但是 只要你还没转移的财产在中国 或者说以后 你还需要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 以至什么呢 以至你的儿子 还和中国密切的话 那么假如有一天 中共这个长安线 政法委管司法啊 如果别人小故事 给你的儿子抓进去啊 到了那个时候 他们可不是张子强啊 张子强你可以背后运作运作 把他抓了杀了 但是中共这个政法委啊 要想把他垫覆 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麻烦的事啊 所以说我们通过李嘉诚啊 这个言论有变啊 从这个过去的好因恶果论 到这个摘瓜论一直到现在啊 这个做出了解释啊 往回走啊 转了一圈啊 并非回音转移 而是什么呢 不得已而维持啊 刘居俗话不讲了啊 在人就屋眼下啊 不得不低头啊 中共的极权统治啊 由于手里掌握着这个攻坚法师啊 军队的意识形态啊 所以说实在是了得呀 这就是中国这种官场啊 上场结合点上的一个奇闻啊 那么这也是很值得啊 这个中国人的这个 中国人民的这个思考啊 那么今天的多点名节目 就到此结束了 这个非常感谢啊 广大网友的收看 特别是那些啊 通过这个邮寄资票的方式 给予这个节目赞助的 那些无辞而无味的啊 他没有任何个人要求的啊 这些朋友们经过金额不多啊 但是本人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啊 因为你们的这个一些点赞啊 不仅仅是一些这个道义上的支持 而是什么真正的啊 这个物质上实实在在的贡献的 那么在此呢 再次感谢你们 谢谢 明天见